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樱花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述 大傲第一章之特别篇《樱花落》 上一期我们讲到 春日夫人为了遵守 当初将军加光重病时许下的 移民换命,不管身患何病 该不吃药,诸苦接受的誓言 久病不一 最后把身后事交托给大傲众人 便在贵习中辞世 傲傲夫人遵循春日夫人的遗训 继承了大傲总管 随后时月怀胎带下了一个男孩 为避免卷入俱为之争 交给了阿玉抚养 时光飞转流逝 转眼到了春日夫人去世半年后 庆安四年四月 正值樱花绚烂时 将军加光继牢成吉 已兵不起 予以紧张奔走 百般就职 但情况不容乐观 玉林郎的同龄 与许久未在响起 思念僧人日夜祈祷不休 政务荒废 朝堂上众大臣坐立难安 以往热闹的大傲 也冷罩在一片地沉静蜜中 众人皆是哀声叹气 奥爱夫人善与大傲总管 中日忙于列席各项事务 在得知将军重病之时 甚至无法前去探望 好不容易得欲空闲 也是诸事产生 匆匆而来 匆匆离去 而随着将军加光病情的危急 关于继承人这个敏感话题 开始生效成上 测试们之间 表面上风平浪静 暗地里波涛汹涌 各自开始忙着 考虑将军大人去世后 自己和孩子的前途 很快 杨毅德宋的阿玉夫人手当其冲 一旦将军加光去世 新一代将军上位 就意味着 自己和德松 阿夏和长松 不得不牵出江湖城 去往各自的领地 阿玉夫人抚养的加纲 虽少还年幼 但有三亿的新野大人的辅佐 又得益于 已故东朝大权县 德川加康 制定的长子继承制 成为下一代将军 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但下下代的将军继承人之位 自己未必不能和阿夏一阵高下 如此打算的话 最好是得到临近江湖的领土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实施入城 在正大名面前刷一下存在感 讨好讨好阿乐夫人和加纲大人 而且一有风吹草动 便可知去而入 占据有了地位 为此 阿玉夫人暗中联络 拥有领土非配权的老中笔头 封后守大人 纵上黄金 假结参拜红颜生的谢礼之名 行贿露之时 一副孤儿寡某的可怜无助模样 县世忧心忡忡地说道 将军大人去世后 他们兄弟便要登起支撑独窗天下的重任 此刻 正是须兄弟同心之时 会有一副任性小女人的情态 表明自己不想远离了 蜘蛛关来的江湖 说着 甚至突然激动地握住来人的手 可怜兮兮如一朵风中 即将漂亮的小白花 柔肉无助地 让风后守大人毫无招架之力 而这一切 都比赵本大夫人看在了眼里 不久也在大傲工人之间流传开来 说到工人 和阿姨夫人一样 也在忧心不想离开江湖城的问题 万一将军加工去世 四代将军继位 大傲也必须重新整顿 暗望夫人未免到时措受不及 让众人早做准备 想出江湖城的人 可以提出来自行归家 无家可归的人也可以留下 对大傲众人来说 离开这里就意味着 再也不能吃上好吃又稀罕的东西 说不定还会因嫁不出去 而被人嫌弃 自是不愿离开 倒是真心祈祷将军大人 快快好起来 对于阿姨密谋下下待将军的事 阿勒夫人和阿夏夫人 还是一无所知的 两人此刻正坐在一块拼孩子 加刚在阿勒夫人的教导下 品学兼优 小小年纪 具有继承人的风度 长松也在阿夏夫人的抚养下 升得身高体壮 骑射剑术样样在行 两人各自看着自己的孩子 是哪哪都好 越看越顺眼 而丢下老师逃过来的德松 最近比较叛逆 阿与夫人认为 今后世道比起武术体力 有智谋有教养的人 才适合统领天下 又存着争处的心思 早早便为德松 请了言师 剑签逼着他摇头晃脑着 然而无心 不知其可等的孔子之道 完全朝着下下代将军的方向 拔苗助长 引得德松是船梁中藏着怯怒 从命中带着寡言 都有些抑郁了 这不突然爆发 跑到了两个哥哥这里 三个小伙伴一起去了小树林丸 追过来的阿与夫人 一边抱怨着德松最近的不听话 一边壮死无心地透露出 想为德松争夺未来天下的野心 阿小夫人一听极了 下下代将军 按顺序里应有长松继承 哪里轮到的德松 还是气门 另一边招比那夫人终于找到机会 把阿与密谋的事告诉了阿万夫人 阿万夫人随即把阿与叫到房间走问 阿与先是不承认 后听到阿万夫人把话挑明 索性不再回避 坦白了自己认为 拥有将军大人和阿万夫人血统的德松 才是比任何人都拥有自制成为将军的人 阿万夫人听到她说这种话 这样说些什么 阿小夫人也跟来了 直接和阿万夫人提出要去看望将军教官 请求她不要让支持阿与夫人的重臣厚词薄比 过分优待德松 阿与恼火地和她吵了起来 一个仗着阿万夫人有恕无恐 一个指责对方居心叵测 阿万夫人见到他们丝毫没有感恩之心 半分不顾及将军大人的安危 欲吵欲不相话 喝出了他们 让他们想想穿着夫人临终时的告诫 两人总算暂时消停了下来 此时对于母亲为自己的前途 争得面红而赤的事 德松也是不知道的 他正闷闷脖的回想着 两个哥哥对于自己 不忍杀生不上弓箭的嘲笑 窝一间穿过庭院 走到了将军家高养病的地方 家光看到他把他叫到跟前 听他说了事情的原委后 看着这个和阿万所生 与自己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性情也几乎一模一样的幼子 心里一片温情 安慰式地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 和父亲秀中狩猎的事 整个过程就是 有兔圆圆 屡市不重 一次时时少 二次攻不顺手 三次 四次 五次 八剑摔倒 秀中痛兮兮 兔兔吓唧唧 六次 七次 八次 秀中逐渐猙獰 兔兔越发淡定 重视势重 脸色羞羞 冷汗蹭蹭 谁料此兔非彼兔 乃是人家兔兔的哈哈味 小小着青带怕雪 不忍心地别过脸去 将军秀中为我回面子 讲了一堆的大道理 将军家光回想到这里 不由笑了起来 回过神来握着德松的手 交给他当时父亲说给自己的话 德松自懂非懂 听到郑夫人孝子突然驾到 便飞快地跑了 郑夫人孝子听郁郁说 将军家光今日稍赶畅快 便来探望 两人寒暄两句又冷场下来 总是这样 明明没有相看两生宴 明明彼此有着热语热心的喜欢 只是一个不说 一个不问 凑头的半生 孝子夫人不由苦笑 随即说到 自己前来是来忏悔 多年来隐瞒的罪过 宽永年间的那场大火 是自己放的 在将军家光的震惊意外中 讲起了那段 心为人知的往事 多年前 慕夫因子一事件 跟天皇之间起了嫌隙 将军家光之后 不打算亲自去京都 朝进天皇 决定派自己的如母 阿福夫人带来前往 但无关无畏的人 是没有资格拜见天皇的 为了完成 加光的嘱托 当时的阿福夫人 拜访了当年 收留过自己 有亲戚关系的三条西家 强行从天皇那里 获得了从三位的官位 和春日局的封号 最终得以觐见 但任区区一介如母 作为将军家的代表 简直是对皇室的 极大侮辱和藐视 百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令当时的后首尾天皇 秀奋交加 凤然退位 这件事也被史称为 春日局参拜事件 消息由身为武家传奏的 男小豆石敬大人 传到了孝子夫人的耳中 鄙视的孝子夫人 突然顶着周夫人的绚丽头鞋 独自偏偶中丸 空手着寂寞的流年 只有石敬大人 不时前来陪她 饮酒聊天 男小豆石敬大人 相貌英俊 博学多才 言谈幽默 淡定从容中 带着的真知灼见 让孝子夫人 直觉遇到了知音 不刻意地讨好 不经意地体贴 孝子夫人因为不曾拥有 更觉民族珍贵 自此便念念不忘 一来二去 就对石敬大人动了心 其后更是每天精心打扮 用心等待石敬大人的到来 虽是发护情 直呼里的短暂相见 偶尔相识 却满心满怀的期待与欢喜 说到这里 奥恩夫人和阿勒夫人也来了 阿勒夫人也是来 忏悔自己的罪过 将军家光听到这 颇有些哭笑不得 那是一段大傲 多人相助参与的一段旧事 怀上加纲后 阿勒夫人便如女儿节 端坐的人偶 被春日局夫人捧在了手心 但周遭又急又现的目光 自己将来生下的孩子 不能亲手抚养的痛苦 疾病满眼的金银绸缎 也无法使她的心情得到安慰 后来有一天 从独自一人来访的阿姨那里 又知道了母亲生病的消息 更是心急如焚 请求春日夫人放自己回家探望 春日夫人考虑到她肚子里的孩子 没有答应 无奈之下 阿勒夫人转而求助阿万夫人 两人计划偷偷出城回家探望 而这个机会也很快随之而来 那时候正好有个叫 四万五千日的活动 从各地来的商人 进进处处江湖城 几天前开始未做准备 而很混乱 其口会一直开放到子时 只要在之前回来就没问题 于是四万五千日的当天 阿岸夫人 普魏夫人 隔岗夫人等 护着商户打扮的阿勒夫人 一路历经波折 总算有惊无险 顺利偷偷出了江湖城 没想到阿勒夫人到了家却发现 母亲已经于早上在睡梦中去世 不由失声大哭 之后又意外见到了 前来调研的青梅竹马小宗 小宗那时候在家店里帮忙 狠得老板看重 而且有心把女儿许配给她 让她继承家业 可是小宗一天都没有忘记过阿勒夫人 提出想带她逃走 逃到没人认识两人的乡下 阿勒夫人听后又感动又心酸 但终归再也不能回到以前了 自己选择的路只有继续走下去 想想帮自己逃出来的阿万夫人和大傲众人 韩利拒绝了她 至于阿勒夫人的选择是否正确 这个问题留给了孝子夫人来回答 同样也是在四万六千日的这天 孝子夫人和石金大人约好在中文相见 为此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 赶到时被告知 石金大人还没到 本以为只是迟到 但左等右等始终不来 终是忍不住出门寻找 撕下张望时看到春日夫人 春日夫人看到孝子夫人点头智力 不知道为什么 或是女人的直觉 孝子夫人就是一瞬间明白 肯定是她做了些什么 当然 孝子夫人的直觉没有错 的确是春日夫人偶然看到 两人举止亲密 右肩听说了 大明府地中 夫人与庆祝商人私通的丑事 便阻止了南小楼市静 进出江湖城 春日局无情的警告 彻底打碎了孝子夫人的美梦 自己过度生活中的唯一未解 转眼又被无情夺走 孝子夫人直觉满心的无力和不甘 失魂落魄地在人流中走着 又看到将军佳光陪着阿湾在游玩 脸上的温柔 嘴角的微笑 是自己从来不曾见过的模样 心里的绝望如火一样蔓延 她转身落寞离开 突然一阵恶心翻上喉咙 赵比南夫人看到她 把她搀扶到了一处房间 拿出缓解的药让她服下 告诉了她关于她和南小楼市静大人的留言 以及春日夫人在她的膳食中放入了避孕药的事 孝子夫人听后马然不解 忽然醒悟过来顿着万分羞辱 看着满眼庆祝阿勒夫人怀孕 对着的礼物和婴儿的小衣服 想到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孩子 直觉痛不欲生 真是恨极了这个不公的世间 忽然转身不小心带到了火烛 惊慌失措只是一瞬 随即被蔓延的委屈犯恨所淹没 她想烧吧 把所有烟雾的事赠物的人都烧了才好 直觉从我有过的痛快 火光 烟雾 人影 哭声叫声乱成一团 孝子夫人写意的高楼上 打开石敬大人送的折扇 深深看了一眼 投了下去 看着她随着大火灰飞烟灭 也埋葬了自己死去的爱情 而终于赶回来的阿勒夫人 看到逃窜的人群 想起刚才送别时小宗说的话 觉得此生再无这样的机会 转身想逃 秋荒不择路 很快被大火包围 绝望中她大声叫着救命 早听到风声 一直焦急等待她回来的春日夫人 寻声看到了她 末梁倒下时奋不顾身扑过去 把她死死护在她身下 劫后余生 网若床伤 大火扑灭后 大傲众人一片惊魂未定 彼此看见熟悉的人安然无恙 抱在一起袭击而起 以往的毒蛇 此刻听来也被举无比亲切 孝子夫人也在众人的等待中回来 得知了无人伤亡 并如一抹游魂般离去 春日夫人似乎知道了是她放的火 但却始终没有做任何处罚 属于两个人的回忆到这里重合 逝去的春日夫人 再一次清晰地浮显在众人眼前 她眼里又宽正 冷漠又无情 矛盾又决然 伤害了你又补偿着你 让你恨又让你爱 但当少了她 总归多了诸多的寂寞 而大家也终于明白 从转过乱世一路走来的她 或许固执 但不迂腐 只是比常人品尝过人世的太多太多 她放弃了为母之道 女子之道 像个地狱之门的门神一样盯着众人 最终的目的 也只是把他们都救到家光的身边 代替自己爱她敬她 让她感受那份曾经缺失的爱 如今她做到了 阿夏也貌貌实实地跑来 大叫着将军大人 看到将军家光好好的坐在那里 顿时松了一口气 众人看到她的不明所以 都笑了起来 将军将军看着这些女人 彼此坦诚后有释然 但更多的是涌上心头 无所遁形的愧疚 对别人的感情 自己总是后知后觉的 母亲的爱如此 如母的爱如此 阿勒德士 孝子的想法也是如此 今天第一次才知道 自己给的他们表面的浮华 终是历丝的自己的真情 但又觉此刻自己又是幸福的 该有多幸运 能被他们所爱慕 傍晚将军将军躺在榻上 感觉自生病以来 从我有过的舒畅 看着樱花树下的阿万和柚子德松 儿时的遗憾在这一刻圆满 微笑着如樱花般陨落 阿勒夫人强忍着悲痛 寒来吩咐德松 把樱花放到了她的枕边 好了 大奥第一章就此完结 下一期大奥之华之乱 另一个将军 另一种大奥 成为了五代将军的德松 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拥有了无上权力的贵昌苑 阿玉夫人又会怎样呢 欢迎订阅小樱花 一定要点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小樱花